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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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 来到8月8日星期二 歡迎收听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早有博威环球资产管理金融手席分析师 聂振邦聂帮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 聂警察 我看到债息攀升 但有些联储的官員就出來說明年會不會有機會減息 美國做好的道指升大約400點 恆指日期跌了115點 稍後幫我們分析一下最新的市況如何看法 以至一些焦點的股份 如何報處 大家有什麼個別股票疑難 都歡迎WhatsApp留言給我們 電話是96133819 或者可以在節目留言區留言 說出你的名字和想問的股票問題 現在先看看外圍表現 市場對於美國經濟軟著陸的信心提升 預期7月份核心CPI將會創兩年半以來最少的連續升幅 而聯儲國官員對於利率前景分歧都大 有些估計最快明年可以減息 美國昨晚向好 道指曾經升431點 美匯和美債息就靠穩 道指收市升407點 報35473點 標指升40點報4518點 納指升85點報13994點 歐洲股市各別發展 環球債息上升 密德國30年期債息從2014年以來新高 美國10年期債息曾經升至4.12 美匯指數升至102.38的水平 有價回落1% 焦點美股 Tesla委任新的財務總監 股價一度跌超過4% 五大收市跌幅收窄 跌幅近1% 蘋果業績之後 股額未止 再跌1.7% Meta和亞馬遜升近2% Google升2.7% 另外股神巴菲特旗下巴棍 貴積經營日利破頂 股價升超過3% 看看焦點中概股和ADR的表現 阿里、騰訊、美團 比本港收市價跌超過1% 阿里至算佈94.23 騰訊至算佈336.03 京東和百度比港股跌2% 匯豐控股ADR至算佈64.83 比本港收市價升1.4% 友邦跌0.6% 比亞迪跌了1% 看看今早上外圍市況 導致期貨暫時不算很大 35561點升7點 至於亞太區股市 日本市升0.6% 日經平均指數32467點升213點 南韓市升0.7% 澳洲升0.4% 新西蘭市輕輕偏遠跌8點 我們看看恆子克棋的情況 港股一會兒初段有機會要受壓 克棋跌118點 我們先和聶Sir談談外圍消息 剛才也說到聯署官員出來 有些言論 好像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威廉斯 接受訪問時提到 貨幣政策處於一個好的位置 但需要維持對經濟具限制性一段時間 又說如果通脹持續訪問的話 明年或者後年可能有必要減息 另一邊說 聯儲局理事包晚 聯儲局可能要進一步加息 去到全面恢復物價穩定 分期也有點大 但市場當然會等到星期四 會公佈7月份的通脹數據 但即使是這樣 大家好像是否選擇 你看看你從哪一邊去解讀聯儲局的立場 美國的市況也好 即使債息升 怎麼看美國經歷過上星期的調整之後 是不是美國走勢還是偏強呢 我想近期來說 最主要就是對於美國的經濟前景的憂慮 就是少了 之前一直都是說有機會衰退 但現在的大行 其實已經沒有了這個看法 即是極其量 都是一個增長比較慢 就不會看成是一個負增長的衰退 一講軟著陸 是的 會有這些信息帶出來的時候 變成投資者的入市信心會比較強 但是似乎在美股來說 都是由之前傾向追捧一些科技股 現在都逐步去一些傳統經濟股 金融類型股份 或者是消費類型的股份 變成投資者可能如果你說買美股的時候 都要在這個方面 可能做一些調動會比較適合 無論是官員方面有什麼看法 即是你認為應該要繼續加息 還是可以結束加息周期 我想暫時去看的時候 即是未來公佈的CPI 傾向上來說 總算是3%或以上 而目標的通脹就是2% 變成始終有一個距離 所以如果你說在股份的部署的時候 變成對應通脹敏感的股份 傾向上受惠的機會都會比較大一點 所以消費類股份都值得可以留意一下 以及也會看到下半年的時候 陸續有些不同的節期方面 有些部署 無論是中港或者是西方也好 都傾向上 就會開始留意一些節慶方面 可能已經開始留意感恩節方面 甚或乎有些 可能已經在考慮聖誕方面的 一些促銷的狀況 現時去看 市場預計的通脹是3.3% 對應之前公佈的3% 就是有一個回升狀況 如果真的有這個狀況的時候 變成的確繼續加息 是有一個需要 但是相對上來說 如果最終出來是一個持平的狀況 可能都是維持在3% 變成加息壓力明顯地減少 所以也要看今個星期公佈CPI的時候 來判斷加息 還是暫停加息的路徑 就會比較適合 聽你這樣說 板塊選擇方面和上半年很不一樣 接下來就有些消費 節慶類比較受惠的股份 但是科網股 聽你這樣說 有機會就比較弱一點 走勢 我想最主要來說 就是現在陸續公佈業績的時候 相對上 銀行股 就見到沒有想像中那麼差 當然 上半年 大家對於 地方銀行 資金缺口有一個憂慮 但在這個憂慮當中 而一眾銀行公佈業績 不是大家的想法 資金會開始有一個流入狀況 相反地對於一些新經濟股 一些科技股 之前前景看得很樂觀 但是似乎現在公佈業績的時候 傾向上可能不論是收入 或者是盈利表現 都未必是符合市場預期 近期蘋果公司公佈業績的時候 也有說到 接下來收入方面有一個壓力 當然在服務方面的項目 的確有一個挺好的增長 但是現時來說 蘋果的主要收入來源 都是來自手機方面 而手機就是出現一個增長放緩的狀況 連帶一些其他電子產品 Mac機、iPad等 倒退更加會有一個明顯的狀況 現時看到蘋果公司已經是這樣的 其實不排除其他公司公佈業績的時候 例如市場關注焦點是Tesla 都有一個受壓的機會 因為始終內地汽車的銷程 在Tesla也面臨一個考驗 因為內地很多車行都用了一個促銷減價形式 Tesla似乎傾向用這個策略 但是對於這個銷量來說 暫時就不是有一個很好的成效 變成可能第二季的業績 都稍微有一些影響 變成如果大家有拿著一些美國科技股的時候 可能也要考慮 如果看到標指和納指 都是繼續有一個偏遠的狀況 傾向上就開始減持 就會比較適合 港股又怎麼看呢 我們先轉看看港股上的表現 待會就問曼聶Sir 怎麼看港股的部署 港股看到大市昨天都比較反覆 最終都是微跌收場 恆指低高64點早段 曾經跌過8點之後 曾經又轉升幾十點 恆生指數收市微跌1點 報19537點 成交額只有789億 科指微升兩點報4499點 九倉置業業績後跌超過5% ATM個別發展 華控半導體急速1.1% 而中興通訊跌超過5% 醫藥股和內房股都危股 而油股向上 中海油升超過2% 維達獲存得獲得競舊 急速超過1.2% 我們可以看看北水盤路 大市成家回落 但北水仍然有流入港股 全日錄得44億4千萬的淨流入 資金主要買指數ETF 貓盈富基金和恆生國指ETF 分別錄得15億7千萬和11億淨流入 中海油多級3億7千萬 淨流出方面 物騰訊走資3億2千萬 美團也走資1億7千萬 我們繼續跟聶Sir談談港股的情況 昨天很明顯有一個悶局 因為指數又反覆覆變動不大 但成交轉突然明顯減少了 除了美國的CPI 就是今個星期內地 明天就會公佈CPI 究竟是否通縮 還有很多藍售股在等公佈 但你如何判斷 是否真的這些東西 出來之後 港股有機會有明顯的走勢 你自己看 如何判斷 向上突破還是向下呢 暫時來說 如果你要預期的成交額 是顯著增加的時候 除非是消息面方面 內地繼續有一些推動經濟國策 來出台 否則的話 業績期是一個常態的消息 每年這個時間都會有的 除非是真的業績有一個很大的驚喜 遠超市場預期 如果只是稍微比市場預期好 都不足以吸引到多資金 來流入港股 我想是由7月下旬開始 市場的焦點 都是落到一些內地消息 相對上來說 25日到7月底 利好消息比較多 國策的消息比較多 當然對市場的提振會比較大 但是這些相關的消息 總有過去的時間 不會每個星期都有 所以市場到8月初的時候 焦點又再逐步轉移 可能是個別板塊 在一些利淡消息 從而見到恒指偏遠的狀況 焰市19500點是一個比較關鍵的位置 因為6月下旬有一個下跌的跌口 而當時的跌口的頂部 就是19500點 如果今個星期都繼續守住19500點 後市可以看得樂觀一點 如果穿了的時候 變成要補回6月下旬的裂口 就會關注大概是19300這個位置 大體上 如果繼續維持19300到19500點 下行的壓力 就不是真的那麼大 現時去看的時候 好的地方 就是因為在跌市當中 那個成交就在減少 即是說沽額方面 就不是很明顯 但是不好的地方就是 如果要升的時候 以現時 可能昨天來說 都是只有700多億 即800億都沒有的狀況之下 亦都不見得有一個很大的上升動力 我想 今天計劃大概是一個星期的時間 來看的時候 主要保護區間 都是維持19200到19800點之間 大概是幾百點的上落 未必會很有方向 變成現時去買一些港股的時候 可能變成又是一個 炒股不炒市的狀況 正正就是 好像是在第二季初的時候 其實那個狀況都是差不多 大家都不太理會那個指數 到底的變化是怎樣 相對上 有一些利好消息的板塊 就可以留意一下 相反地 如果是有利淡消息的板塊 變成這些可能要避一避會好些 是的